Gabriel 海俊傑 1994年參加無線電視和華星唱片合辦的 第十三屆新秀歌唱大賽 獲得了冠軍從而入行 在入行的頭十年 他在香港 歌、影、事業都有參與過不少的作品 但之後他選擇回中國大陸發展 所以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再沒有在香港的工製商或大銀幕見到他 以前的唱歌比賽和現在的比賽相差很遠 因為我們以前新秀的時候 很快就搞定了 初賽、決賽 上電視是總決賽的一次 當然排隊都要花時間 我們唱幾首歌就搞定了 自己一首主打歌 然後又玩一下 我想大家如果記得我的比賽 會記得《深酸的情歌》《Sinkkey》和《無體驗》 現在的比賽他們辛苦很多了 例如現在的《星空轉奇》 我弟弟凱俊文和劉偉王他們 參加《超級巨星》 他們的第一屆 很辛苦的參加比賽 因為長跑一參 一玩幾個月 他們的難度高很多 因為不是一首歌、兩首歌 就可以定勝負 作為一個歌手 一個人不能唱所有歌都很好聽 所以選擇歌方面很重要 有時候可能會選錯歌 這首歌不適合你歌手唱 所以有時候這一集可能很高分 下一集可能會拉低分 所以變相現在是辛苦很多 但是也有另一個給他們的得著 就是他們獲得很多的經驗 在台上的經驗 比我們當時快領者 直到2018年 他亮相在無綫的流行經典50年節目 之後還加盟天文娛樂 和再次和無綫簽約 正式回歸香港娛樂圈 首先 音樂領族這個計劃 有份參與是非常開心 還有 首要的最重要這件事 就是音樂領族幫到在近年 因為疫情和關係 做音樂的舞台前幕後 舞台聲燈的人 歌手 很多都是手停後停 所以音樂領族做這個計劃 真的幫到很多音樂人 接這首歌 我最關心的一件事 就是究竟會不會唱得很遲他們兩位呢 因為很多時候 男生唱完男生的歌 不多不少都會模仿了原唱者 所以我在兩位監製 唱之前 或者唱到中間 我都會問他們 首先 我究竟像不像他們 兩位監製都會說 不像 你有你自己的風格 當然他們所有的音樂 都是重新做過 音樂領族這個計劃 都是非常好的 2008年 凱俊傑主力都在中國大陸發展 去過不同省份登台 亦有接拍過的電視劇 和網絡電影 而相信在中國大陸發展期間 最大收穫一定是認識到他的太太 兩個2012年因為工作而認識 2017年他們還拉著天窗 真是非常之sweet 我覺得為何會離開香港 上大陸發展呢 就是因為大家都說 內地有黃金汁 當然是 因為香港我都 TVB出身 拍很多電視劇 外面也都跑過很多地方 電影 幾百萬的製作 甚至乎是過億的製作 都有參與過 正式移居上去北京 就真的想在上年定居下來 看看 真的上年會不會有些什麼 生活呀 工作上 你會認識上有很多朋友 都是很大的得著的 我反而覺得 其實每天 或者每個project 你接到 可能是電影 電視 唱歌 其實每一個project 都是很難說的 都是很 每一次都是兒童的 你接腳每一個角色 每一次的演出 都是很不同 都是一個新的挑戰 所以每一次都是很難說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享受過程 雖然每一次 可能拍的時間也很長 海俊傑有在發政先鋒4 陀昌師姐2021 和逆天奇案劇集出現 她的演技精湛非常吸精 最初回到TVB 有沒有什麼不習慣 其實最初也是 因為確實時間 真的很長很長 反而真的令網友 看到很多演員 坐在那裡 雖然我沒有份拍 但是也可以有參與 其中 就是最近 梁樂文導演 就是韓志的導演 找我去配一個角色 因為這套電影是 講妹姐的一生的主主 我就配其中的一個角色 講誰我就不要講 都講得很厲害 林國斌的角色就是我配的 所以有份參與 因為跟妹姐 一個冤緣就是 妹姐是我新秀的大師兄 第一屆的部分 我是第十三屆 所以有份參與這個 新秀妹姐的電影 非常開心 我們期待你的作品 亦希望不久將來 有機會可以在溫光華這邊 和你見面 多謝加拿大的朋友收看 希望盡快可以 飛過來加拿來 和大家唱歌 見面